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例如围警局那一天举到到处垃圾鸡蛋 贝依林就出来吵吵示威者 另外一个报告就是 某一天有个妈妈在警察面前 如何可以帮年轻人出头 很感动的 但是贝依林就出了报告是踢爆了 基本上这个妈妈是一群泛民的政治 玩政治 不排除或者很可疑 做出表演 特意做给人看 特意的 的确在年轻人的立场上 是不是这些就是背插一刀呢? 人家外面冲 外面吃子弹 这样的时候 即是打仗的时候 你在后面拉后腿 在后面插一刀 因为你知道嘛 杜先生他某程度上 就是因为他完全接触到那群反叛青年 即是一定要说我支持到你们行的 不断骂黑警 但是贝依林自己又说这些东西 又出了这些报告 的确是令人很难受 很难堪的嘛 是吧? 所以就是 加上 大家其实都知道 其实 我想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贝依林当时他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盛传 拍照的 和曼达集团王健林的独生子 我也是要说 贝依林的确是一个很有性格的女生 她注定走这条路 就不会是嫁褒梅那种 她也是 我有时都是觉得 这个女生是欣赏她的 是很大胆的 真的 这些是通常 他们中国那些 你娶那个 就一定是 基本上老爸帮你选择 就一定 当然是政治婚姻居多 但当然你就可以出去玩 是吧? 你老婆通常都不会介意的 你出去玩 出去集游 出去包女人 是无所谓的 只要你有钱 那 到杜汶泽那边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 我觉得杜先生的演技 出神入化在 你一边可以哭了嘴 站在那些示威者 一个不能少那边 那你现在 既然你是动之以情 你用情感圈了这么多 年轻人站在你那边 是不是? 用情感 那你就自然要顾及别人的感受 你要顾及那些年轻人的感受 你要顾及那些年轻人的感受 而这样 杜汶泽在这样背插刀 是很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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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杜汶泽在自己一天都开了个视频 去解释这件事的时候 我觉得又有点太过 真是厉害了 因为他好像觉得 你听他说 你以为他不认识贝伊林 好像第一天认识他那样 好像还要研究一下他的铺 研究一下他的政治立场 但是其实众所周知 杜汶泽做到这样都出了面了吧 是摆明是激进派的 那没理由贝伊林也不知道 是吧? 大家一起工作这么久 杜汶泽在节目上也多番强调 如何支持黑警 如何支持那些年轻人 那怎么会这样的呢? 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是杜汶泽 我会拉起贝伊林出来 一起又在镜头面前 告公道歉 这次就聪明点了 要贝伊林亲口跟大家说对不起 说自己一定要在鸡蛋高场 一定要站在鸡蛋那边 其实你看到 H OCC 有版本来看的 总之就是打烂几块玻璃 有什么所谓 玻璃是死物来的 人命才是最值钱的 即是你要回贝伊林 对着镜头 这样道歉 认错 以及保证以后 不会再说一些 伤害大家感情的东西 那当然啦 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好吃的 如果杜汶泽可以做到这件事 我都要当他是偶像 即是如果他可以这样做的话 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X OBB 非本台员工 接着的节目是 向你做瞬间 单挑布衣林 准备 了 好吃 and the rose garlic mm... you like it? i like it it tastes really good it tastes good what's that on there? like a papaya or the... the one the food on top and like orange yeah it's like an orange but than all the seeds yeah it's like a lychee or something Sweet And that's called Rose Got I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